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以色列之旅 今天我们将带您探索这个神奇的国度 并介绍十个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 耶路撒冷老城,Old City of Jerusalem 这里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地之一 您可以游览狭窄的街道,参观寺庙和教堂 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死海,Dead Sea 死海是世界上最咸的水体之一 也是全球最低处之一 您可以在这里享受漂浮的感觉 并享受丰富的矿物质,海法 海法是以色列北部的一个城市 拥有美丽的海滩和花园 以及巨大的巴哈伊圣殿 特拉维福,Tail Aviv 特拉维福是以色列最大的城市 也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有许多餐厅、咖啡馆和夜生活场所 约旦河谷,Jordan Valley 约旦河谷是一个美丽的地区 有壮丽的来谷,自然泉水和迷人的风景 阿卡,Aker 阿卡是一个古老的海滨城市 有许多迷人的小巷和古老的建筑 马萨达,马萨达 马萨达是一个位于死海南端的古代城市遗迹 是一个迷人的历史景点 加利利海,Sea of Galilee 加利利海是以色列最大的淡水湖 有美丽的风景和许多历史和文化景点 巴哈伊花园,巴赫伊 Gardens 巴哈伊花园是一个位于海法的迷人花园 是巴哈伊教信仰的圣地 马克什夏恩,Mactetra Mon 马克什夏恩是以色列南部的一个大型来谷 有壮丽的景色和迷人的自然风光 这就是我们的以色列之旅的 十个以色列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